鲁鱼社收到的高能礼物3 张赫伦奖项时收到的礼物 那么太愈合了 累了累了累了 我的天啊 你们干谁吧你们都有被人来了 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突然就收到了粉丝的攻击 秦桥贤收到的洗牌礼物可不少 因为有些送礼物的 送的东西比较奇葩 就说实话 咱们还要送 咱们 咱们 送鸭蛋又是什么意思 鸭蛋已经够离谱的 还有粉丝送这个的 送人都有 你这么一次介绍一下 这个送脑残片的 吃这个就不了了 秦桥贤在这么伤心的时候 快被吐了一刀 肚子饿的时候 排下贴心的粉丝送上薯片 对贵心消息 没有心脏病 不然迟早都让粉丝们送走了 鸭鸭鹏收到的礼物 也是迷惑性十足 这本叫做新华字典 谢谢 谢谢送我礼物的这个朋友 为你着急 我就那么没有文化吗 更可惜的是 这本书像做怎样查字典 谢谢 人家想得咒的 恶心我 你不如直接冲我 鸭鸭鹏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这些礼物就算正常了 张九南收到的礼物就离谱 也只能反雷收下的 这本木头 真的不是路上剪的吗 下次粉丝又送他一趟 不愚穿的衣服 这装备送的很真极权 难道在暗示什么吗 甚至还有人收车钥匙给他的 不过是拖拉机钥匙 这都是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就没有征兆一点的吗